我認為美國在阿富汗開展的這場戰爭 沒有什麼實際價值 既把美國的經濟浪費了 塔利班還消滅不了 而且造成什麼世界的隔離感 所以對美國的印象也並不太好 因為這場戰爭並不像美國在二戰時期 在日本的廣島冷原子彈那樣 因為它的效果在那個時候 就是受壓被取得的國家 是完全贊成美國的行為 但現在這個行為 世界人民不理解 因為阿富汗本身是一個落後國家 它也沒有對美國的軍事和美國的國民有什麼威脅 所以說打不打我因為沒啥意思 好 謝謝楊先生 我不知道凱茨教授會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 那美國這個軍隊去攻打阿富汗是因為發生了911事件 如果沒有這個恐怖襲擊的話 美國應該是不會出兵阿富汗的 我覺得這個說的對 對於很多的美國人來講 他們是這麼看這個問題的 那就是塔利班 資助了這個基地組織 基地組織來襲擊美國 然後美國進入阿富汗主要是要剷除基地組織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基地組織轉向了巴基斯坦也門等其他的國家 所以即便我們在阿富汗獲勝 那麼基地組織還是要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它還是可以襲擊美國或者是其他人 當然我覺得現在最壞的情況就是我們也沒有在阿富汗獲勝 而基地組織也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這個整個的情勢都是非常的困難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封這個電子郵件 這位朋友說最先支持美國打阿富汗的國家是俄羅斯 為什麼在其他問題上俄羅斯和中國中共每逢美國的問題呢 就必要一定要反對 唯獨是在阿富汗問題上的例外 會不會是一個圈套 阿富汗可能就像越戰和韓戰一樣 被動的被中共和蘇俄遷到了在天使地利都不吉利的地方 使得美國作戰打不到重點上 怎麼說呢 我覺得俄羅斯是在911之後支持美國進入阿富汗 是因為俄羅斯是支持反塔利班的這個力量的 這早就比美國呢要早得多 其實他們對於中亞和俄羅斯本身呢還是感到有一些不安 所以美國進入阿富汗呢 從這個客觀的角度是對於俄羅斯有利的 也就是說因為美國能夠制約塔利班 那麼俄羅斯自己呢就不用自己做了 當然他能夠受益 當然過去呢 當人們認為美國呢是在阿富汗獲勝 可是現在呢 不這麼認為 因為我知道我在3月份的時候還去訪問莫斯科 當俄羅斯人是非常擔心 他們擔心美國人會撤離阿富汗 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話他們就不再受到保護 那麼俄羅斯他的資源是非常有限來自我防衛 來對付激進的這個伊斯蘭主義分子 他們呢在阿富汗呢也打過戰爭 他們知道是很困難 他們不想自己再去一次 但這裡的問題呢 就是那些激進主義分子呢 是要來找他們的麻煩的 這就是這個問題的根源 所以呢 另外還有就是美國人如果能夠在阿富汗的話呢 也能夠幫助中國 不信的是中國 我可以預測 在如果美國撤離阿富汗的話 中國新疆的問題會更嚴重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將會是非常困難 對於美國 對於俄羅斯 對於中國來講都很難 我們大家所有人呢 都在和穆斯林世界打交道的這個問題上 都碰到了麻煩 這裡是這裡的關鍵因素 那我們能夠克服我們其他的一些分歧嗎 很不幸的是我們之間呢 還有其他的一些嚴重的分歧 那我們能不能夠克服這些分歧 然後呢能夠共同的面對一個同樣的敵人 那我覺得 其實基地組織他們的主要的目標呢 是其他的穆斯林 他們認為是那些 宗教不夠虔誠的那些穆斯林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還是有潛在的這些盟友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 要找到一個讓我們大家 共同合作的這種方式 來共同應對這個問題 好 那各位 這是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 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呢 是阿富汗戰爭的出路在哪裡 那麼在美國之音演播室的嘉賓呢 是來自美國喬治梅森 政府和國際事務系的凱茲教授 那麼歡迎各位 打美國之音的免費電話 10810-866-837-5161 接下來我們來聽 台北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您好 好 大家好 首先奉勸一部分 擁護中共政權的大陸人 也不必在幸災樂禍了 其實在911事件爆發之後不久 好像台灣這邊 有極少數的親共人士 那把賓拉登吹噓的 好像是什麼 不釋出的一大英雄 怎麼樣把美國搞得怎麼樣 不過要聲明這是在台灣 是極少數的人想殺 那結果後來這段時間的演變 事實上發現 結果根本塔利班還有那個什麼 基地組織 不像這些台灣親共人士所期望的 什麼是 專門是困擾美國 有利於中國大陸 實際上我們發現有 那個基地組織也對僵獨 組織也是充滿了同情 甚至我們前件事後看到報導 甚至基地組織還跟讓僵獨人士 在他們的恐怖的分子 營地裡面進行訓練 所以這基本上 剛才來賓講的沒有錯 美國如果撤離的話 恐怕困擾的是中國大陸 甚至僵獨人士更加做大 但是中共政權 現在是為了他私利困擾美國 所以現在樂禍袖手旁觀 不過如果僵獨 如果在北京天安門來爆炸 或其他大陸恐怖活動做大的話 恐怕火就會燒到中共這群自己 所以基本上來賓講的沒有錯了 謝謝 謝謝陳先生 那我們剩下來的時間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 再來聽一些聽眾觀眾的電話 請大家長話短說 那山西的蘇先生您好 喂您好 您好 請講 我想就是阿富汗 那畢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陕西的蘇先生您好 喂您好 能聽見嗎 聽見您講 我就說阿富汗它畢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是民主雖然是個好東西對吧 但是你如果搞一些強制性的輸出是民主 就像人生病一樣 你如果人生病 你就是把他綁起來 打一頓再給他吃藥 你雖然把病看好 但是他這個人身受到了傷害 所以我覺得輸出是民主 可能就是在道義上可能就是 比較不符合人道 但是我想還有最近那個美軍出兵黃海 出兵黃海 喂 新疆 美軍出兵黃海以後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中國人民可能就是 在這一點可能就是 比較抱怨 好 謝謝孫先生 好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今天這個時事大家談討論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喬治梅森大學凱茲教授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各位聽眾和觀眾的收聽收看和參與 再一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過短播和衛星電視 接收美國之音的節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入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 以現場視頻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並且瀏覽其他的最新導報和印象資料 我們的網址是 www.voachinese.com